好 够了今晚 要把李浩子钱还给他 陈娇 真的 把人给我带下来 李浩 你真的有个好女朋友 临辞事情还想着陪我一夜 把你把钱要回来 我要杀你 帮我抓住好我的妈妈 你要好好活下去 哎 你应该扔了李浩 你再看一眼 啊啊啊 啊 李浩 常听妈妈的那位 在楼下停下来 快来 李浩 帮我照顾好我的妈妈 李浩 要不是你 不关眼睛看做神秘师败 请你屏赞 看见那病也不对 他也不會被大陸 他也不會被鐵絲靠不住 你能不能給薛姐報仇 你怪我 要我等於嫁給你這個門友的廢物 李浩呢他也趕過來了 記住 一定要讓李浩毫無還手距離 你怎麼瘋了吧 明明是萬葉集團集 明明是葉斯扣害死唐欣 為什麼說是唐欣 為什麼說唐欣狡詐萬葉集團 你們都包吵他 你清醒你的 就憑你還想給唐欣抱頭 你在萬葉集團面前 連蛇狗都不是 你在萬葉集團面前 連蛇狗都不是 你們才是萬葉集團的狗 你們根本不配做人 你有這個時間在我這鬧 還不如好好的想想 我們安葬 總有一天 我要讓你們這群人殺 跪在我的腳下 本台消息 萬葉集團董事長葉雲舟夫婦 確定死於車禍 留下一兒兩女 長子葉思扣為萬葉集團董事會副主席 英語父親葉雲舟關係緊張 已搬離業家 長女長期鄰居國外 次女葉世蘭則留在雲舟身邊 大 大 大 葉雲舟 就算你栽團還沒沒有怎樣 你的萬葉集團 公主是我的 我 你這個老東西 竟然把遺產繼承的遺珠給了葉世蘭 王我怎麼信心疏迫的 這一封死 哈哈 不過現在你已經死了 葉世蘭呢 她也翻不出什麼時候 葉家二小姐呢 小姐不在宅子 下午就出去了 一把年紀了 別給我動手 今晚家 好久不見 我真是太想你了 的 你這很棒 都沒有 現在 現在 政府有幾個 你做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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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解釋了 你做解釋了 大概一个人睡觉了 那我们下一回 就是不允许 请聊 说曾经是个CEO啊 你看这混的 李总 公司破厂 你朋友死了 我同情你 但你这欠的钱 该活了吧 一二三三天 一百二十万再拖 别怪我不顾往日的情侣 来一趟 怎么能空手回去吧 我没有 这两个动作 上两个动作 你帮我 我 你把洗脚 我 我 给我 我 我 不不 你在这干什么 老老 沒看到一個小女孩 沒看到 零 老娘以前好吃好喝的伺候你 你還給老娘到處惹吃生肺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行 我現在就報警 喂 110嗎 四魂深醫院樓頂有人跳樓 你們趕快過來 別走 別吃亂跑了 一群廢物 趕緊把東西找回來 說說吧 怎麼回事啊 謝謝你叫了我 我先回家了 知不知道外面有人抓你啊 叫什麼 送你電話多少 我這就給你爸媽打電話 不用 你家很好找 你別聽大人話 父母電話多少 你還這麼著急我的安全 有什麼目的嗎 你個小屁孩 你又是不放我走 我現在就報警 我還治不了你嗎 你敢非法拒絕 到處坐牢吧 我坐牢 來來來 我看 讓我坐牢 讓我坐牢 你給我回來你啊 我說我 我說你讓我坐牢 你給我回來你 你沒看見那小女孩身上穿的有多貴啊 我要是把他送回家 他父母怎麼樣感謝我一下吧 老娘辛辛苦苦開酒吧 賠多少笑臉才能賺這麼多呀 剛才在樓頂就這麼判算的 我以為那三個黑衣人來找你要債的 我哪知道是找那小姑呀 我的笑臉呢 你把笑臉還我 什麼笑臉啊 在樓頂的時候你就盯著我的笑臉了 肯定是你拿的 還給我 我救了你 不但不感謝 還誣陷 你剛才這黑衣人就在外面 他們也是來找下烈的 你們可是大麻煩了 啊太好了 麻煩開嘴就烤 爛餐才老叫手 別再給我添麻煩了 趕快回去 把箱子還給我 幹嗎你這個老東西 死了還給我留一手 我原本打算放野石來一條生路 是他逼我的 現在最主要的事找到 馬上安排媒體採訪 再不造勢 集團那幾個老東西都踩到我頭上了 我說過了 這不是你這種大小姐能呆的地方 你把項鍊還給我 我馬上就走 我說過了項鍊不在我這兒 我 我沒時間跟你胡鬧 你要是再喊把那些黑衣人招來 我可都不管了 岳总 这位是财经记者张淑琴 预约来采访你 嗯 立刻查一下张淑琴 叶总 我想换个时间采访你 看来张小姐的准备工作不够舒服 还不够了解 你看这壮小姐咱们 看到你 也还能不能带她 你是否正好 还是你我 我一直在 你怎么认识 你怎么认识 因为我认识 你怎么认识 你是他 你帮你 你还是你 你怎么认识 你怎么认识 我不好认识 你怎么认识 哎 不要干什么 这眼神 怎么这么熟悉 你们是新兴演讲的受送者 李先生 我知道现在不是合适的时间 但是受送者 针赠者和受送者 采取双方原则 但我们会及时将手术的情况同步给你 谢谢你 李先生 谢谢你 给我孙女重建光明的机会 她叫张书琴 孙女重建光明以后 第一件事 居然是被人羞辱 这世界太肮脏 我宁愿从未来过 好好活着 好好看着这个世界 好好活着 好好看着这个世界 谢谢你救了我 有什么过不去的坑 有什么过不去的坑 找我聊聊 书琴啊 万叶集合的叶总对你 可是很满意啊 他们叫对过的稿件 我已经看过了 你写的很优秀啊 我们呢已经安排好了 即刻拔开 稿件我还没写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是吧 不是书琴啊 这网的机会 我可不是随便谁都给的 嗯 你那么疯了 我重见光明 不是为了看你们这些肮脏误会的 这样的机会 希望你更远不会 你 你知道好歹 怎么样 有没有条例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是礼物 完了 项链不在身上 肯定被它藏出来了 你想要项链 我送给你的新的 我以后还有不少事情要麻烦你 你先回去吧 跟话联系 我 Obi-Wui 你先回去吧 今天我还要出去工作 家里就一个鸡蛋了 我吃 我还在长身体 你看小孩讲鸡蛋 就不行 我还要出去工作 我还要出去工作 还吃吗 大家感觉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是你让我给你扎了头发 我还以为你把孩子调包了呢 扎姐姐你呢 我不能 她说对 我一草老爷们 要不你来照顾她吧 你说说你是女的 你用爱打扮 你是 我是你妈 你怎么什么样子 什么事都指望着我啊 你们俩为什么不在一起 全世界男人死光我也不要他 李浩叔叔 不想着还钱 有时间在这打情骂俏 李温雅先走 不走 月薰俊美啊 承家你 给我十点时间 我还能做那个生活吗 甚至 行啊李总 还笑呢 你要是早点上道 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给你十点时间 再还不上去 好 你不要命了 我要吃点李浩 他没有和我商链 老娘念了你店都不要了 你还往回跑 李浩浅浅了多少个钱 大人的事你少管 他们要的是钱 又不是李浩的命 顶多爱顿的 走 走 把老娘酒吧搞成这样 连句道歉都不是 我这不是打算明天给你收拾了吗 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呢 十天 一百二十万 你 明天去找警察局 把财神在家里找到 李浩 我麻烦你想清楚一点 你知不知道这一年 我给你垫了多少钱了 再不还钱 你小命都玩完了 多少还上一点 拿出个太多 不然你麻烦真就大了 见过没 没见过 应该不是邀斩那群人 那天 我在小财神走的时候 这人就跟在我俩手上 而且啊 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酒吧盯上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当警察局 找个人查查 你看我着急去哪了 我都等你好长时间了 走吧 给你住面去 对不起 让我们改了 好 欢迎光临想喝点什么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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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啊 哈哈哈 来吧 冒险 那就给我看看你手机相册里 倒数第三张的照片 哎呦 算了 洗手机 嗯 原来是你的 哎呦 从一进门就认出你 还不合床算了 老娘开酒吧的 除了喝酒最大的本事就是认人 老娘开店三年 第一次见有人来这玩游戏的 绑啊 睡觉 什么棒子机 困死了吗 说是吧 来干嘛的 非法狙击会坐牢 明明是你鬼鬼祟祟在偷窥 我要见那个小女孩 这哪有什么小女孩 这有妙龄少女 你应该清楚你自己在做些什么 在那个小女孩来之前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那咱俩就耗着吧 看谁能耗过谁 李浩 哪天有时间我想见你一面 你们俩是不是打算跟我卖掉 我们已经把它控制住了 我们已经把它控制住了 你见不见了 见 我要和他单独谈 不行 让我们单独探探吧 你店里有监控吗 能听吗 坏了就一直没修 哎 你说他一个大男人 便宜的小女孩 哪这么多话呀 大学校对不起 都怪我办事不力 让你受苦了 你到底是谁 有那项链在你这儿 小姐 何耶和夫人已经 请您接爱 我这有一段视频 请您看一下 兰兰 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 很可能爸爸妈妈 已经不再忍事了 爸爸对不起你 陪你的时间太短 现在爸爸非常后悔 当年不该失望你的哥哥 也思考 当年 是我对不起 我的好兄弟 作为弥补 我想好好照顾他的孩子 没想到 你哥哥自从知道了 自己的身世 眼心日渐膨胀 爸爸担心 自己已经控制不了局面 所以兰兰 你要记住 如果 爸爸和妈妈 发生什么意外 你身边这个人 熊十一 值得你心 他会替我们照顾你 我相信 我叶云珠的女儿 一定会坚强的 快乐的 过好自己的人生 你思考到底想什么 李浩 谢谢你上次救了我 你还好吧 接下来我说的事情 可能有一点糖醋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是一名财经记者 现在正在做万叶集团的相关报道 在查阅万叶集团相关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这样一篇未刊登的新闻稿件 所以 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这件事情当时的细节 财经记者 财经记者 既然已经是万叶集团的喉舌 为什么要来了解这种问题 我只是想对我报道的对象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 这件事情我不想提 我只是救了你 并不想参与到你的生活中 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 为了自己的工作揭开别人的生发 非常严重 再见 跳桥那天 万叶集团的大公子叶斯扣 你能见过我 我要报仇 你能帮我吗 那个小医者最近怎么样了 从报社辞职了 哦 叶总 现在是敏感时期 还是要多注意一点 一切要以评估集团过渡到手为主 千万不要再 你这一胆子变得挺大呀 我知道我的力量很渺小 不可能绊倒叶斯扣 你知道吗李浩 我曾经是一个盲人 后来接受了脚毛捐赠 我才重新看到这个世界 我常常在想 那个金针针给我脚毛的女孩 一定对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眷恋和不舍 所以才把她的眼睛 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能让她看到 这个世界 竟如此肮脏 你想问啥 问吧 朝你想说的说吧 当令我找到了 这会相信我了吧 李浩叔叔 你能照顾我一段时间吗 你的家人不是来找你了吗 为什么不回家 我叫秦兰兰 那个人不是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 已经不再忍事了 对不起 对不起李浩叔叔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的真名叫叶世兰 否则 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我叫秦兰兰 那个人不是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 已经不再忍事了 想哭就哭吧 你是好人 不想跟你胜过在一起 叔叔这里并不安全 那天你也看到了 叔叔可能 照顾不好你 你欠了他们多少钱 明天我会带你去警察局 他们会为你安排 以后的生活 不要李浩叔叔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就让我留下吧 叔叔以后 想要一个人省光 来了 没钱 是要钱 蓝在你酒吧吗 没钱啊 不是在你家吗 那个蓝听话你有吗 许 周时宴 我有我买上的 你们昨天晚上说 什么了吗 我昨天跟蓝蓝说 今天要送他去警察局 咱们分头找 一个小女孩也不会走太远 她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不会 蓝蓝没有家人了 你到底是谁跟蓝蓝什么关系 先找到蓝蓝 我会把你解释心 我只有这个月的零花钱了 才十万 你先拿着 剩下的我看看怎么跟我爸爸骗些出来 十万 你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 需要一百二十万 我这边没有 你们这也找到了吗 我走路照片了根本没有呀 蓝蓝好 玉城少爷 希望您不要介入叶家的事情 叶家的事情与我无关 但是你们跟踪我 我可就不高兴了 跟人说的对 叶家的事情少参与 我自己有封寸 你们不用试试都跟我妈妈汇报 这么小的孩子肯定跑过去 赶紧找 喂 赶快报警吧 蓝蓝肯定被鬼卖了 你先喝酒吧 都不小心 挖探 我实现实在 我能从那个行动 我身上 我去 你们等等 我猜到来你在哪啊 回酒吧等我 这姑娘人呢 给我交出来 李浩还敢来找茬 钱凑齐了吗 小姑娘人呢 给我交出来 我问你 小女孩人呢 阿嬷疯了 这里哪有什么小女孩 正好 你也别走 我钱还了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打电话摇人了 公主 又怎么怎么了 你去哪了 你去哪了 我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吗 童儿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为什么跟你说 都把我送走了 你管来也不太管我 你也把我拖累你们 我现在就走 让你们有十万 你拿去管这吧 这也不想见到你 你为什么要 我以为你是每天照顾 他就要把我逗走 连过你根本就不想照顾 我不想管你 我抢了你一天 我以为你们 吃饭了吗 你干什么回家做饭 干什么 知道就把我逗走 知道就把我逗走吧 走 我不走 我在这陪着你 你要听话 不然 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了 把我带给他们 你去送钱 一会能跑多快 就跑多快 你去 你以后找不到你报警就算了 我还能找不到你也 我忘记 干嘛去了 不能报警 不然就暴露我 熊师爷 你跟兰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要是不说 我们要现在就报警了 我现在还不能说 等会有机会了 我一定和你们解释清楚 去你吧 兰兰 快点去救救李豪叔叔 他被这些公里蛋的人给绑走了 我给你吃 欠我钱不还 还得当我老仇 你糊腻了 谁能替你还钱 说号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行 让你遵移了 来 心肝肾脚膜 大哥这些够还债 不够吧 移书决线书 我不欠了 我不欠你放开我 不欠 你们不少 等一下 看好了 一百二十万 你们要是再带来找麻烦 别管我不客气 雅叔叔 大哥 就让他们跟我走了 行李豪不简单吧 查一下 花一笔横财 你到底是谁 李豪叔叔 你先休息 那你养好了 我会和十一叔叔 跟你说清楚的 车人出来 为什么会同意我就李豪 老爷吩咐我要照顾好您 他的财产由您自由支配 你还太小了 可能对钱还没有什么概念 我应该报仇吗 您知道李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因为叶思寇 一年前 李豪的科技公司与万眼集团签署了一份项目合同 这个项目 就是由您的哥哥叶思寇负责 项目结束以后 叶思寇以各种理由 脱线合同款 最终拖垮了李豪的公司 而此时 李豪的女朋友 唐欣身患癌症 继续一大笔钱抑制 李豪想尽了各种办法 都没有拿到合同款 当时李豪闹得很虚 叶思寇害怕影响集团的声誉 还曾经装模作样的去医院看我唐欣 可是 可是什么 叶思寇对唐欣说 只要唐欣答应他的无理要求 就会把合同款支付给李豪 唐欣自知时日不多了 而且一直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李豪 想要在临死之前为李豪再做一件事 最终 死在了叶思寇的家里 对不起大小姐 我不应该和您说这些 为了您的安全起见 千万不要向外人提醒你个身世 我知道 我 我们能帮帮李豪叔叔吗 您仅仅太累了 先休息吧 咱们从长进 早点回去睡吧 叶思安 我把你从别树救出来 送到医院和李豪相遇 把李豪的身世告诉我 要把张树青从叶思寇的身边 你可别让我失望 借着李豪的手 替我们抽点叶思寇吧 爸爸妈妈出差 在赶回来给我过生日的时候 发生了交通事故 我在这儿也没有其他的家人了 十一叔叔叔 看了个私人侦探社 也是爸爸很信任的朋友 所以就赶过来照顾我 那钱 钱是爸爸留下来的 但以前是放在十一叔叔那儿印紧用的 钱我会想办法尽快还给你 所以 你那天穿那么贵的衣服 那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爸爸的生日衣服 我搬送给我的 我家不是那么有钱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些委托要处理 兰兰在这边也没有其他的亲人 他很依赖你们 还要麻烦你们再照顾他人的事情 等我忙完手里的事情 就来接他 欠的钱可以少还一些 当做你们照顾兰兰的报酬 啊 那那天追兰兰的那些黑衣人 公司有一笔债务 兰兰的父母去世之后 他们想要抓到兰兰 当做担保 我之前不敢直接来找兰兰 也是怕被跟踪 我会多支付一笔费用 你们带着兰兰再找一个 你是说 李浩贤有个小女孩鸡蛋盒吗 是 让我已经带过来了 杨生叔 这个房子好亮啊 你在家乖乖等我 我去买些东西回来 不许乱跑 好 你为什么在这附近啊 我刚搬过来 为什么一直没回我消息啊 对不起我不能帮你报仇 既然你调查过 我就应该知道 这件事情上我根本帮不了你 我试过了 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 我根本没有办法被掩死我 我看好了 或许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报仇 一束光照进铁塔 将铁塔里的肮脏显现出来 这束光便有了罪 好呀 把我一个人家里 自己偷偷出来约会 你怎么又自己跑啥了 这是你女儿啊 你是不是 她单身 你们俩套先处 她又帅又帅 两次她一起迎战术 我家只能乱点生活 来让我玩了 这样是说 我不错呀 这个曹姐姐有个人气质又好 你们很合适 你别乱点原谅腐了 你还不知道我吗 哪有条件谈恋爱啊 爱情是至于家的良药 再说 哪有乱点原谅腐 你看我就不错和你跟张然姐 张然姐姐不好吗 也不是不好吧 我怕你会被掐爆再说 你们俩要是看对眼了 她又能让我撮合吗 小小年纪懂这么多 李浩叔叔择战术机团第一步 拉扎 杳叔请 而近期平平增上热桌的万叶集团 大品业思考为了可够顺利 集成万叶集团 集团将会与和氏集团的天津和香女十万魂 在万叶集团的派出 这点事你都压不住 都他妈上车搜了 上车搜你知道吗 叶总 不是我们压不住 而是股东们已经联合起来对付你 您现在身后没有人 很难和他们抗抗 妈的这帮老东西 吃什么不堵骨头 叶总 我知道你很不情愿 但是现在只能和何家联手 才能简然为之急 你以为有了何家伙就能为同吗 何乔他也不过是个棋子 何家的胃困有多难 我知道 但是这么拖下去形式会越来越不利 还会 叶总 你一直没有拿出你 总是会不肯一直在 现在外边风言风语 对我们公司理想已得很大 风言风语 想必在座的各位 为自己互说不少努力吧 怎么 我父母师母厉害 你们就着急刮增外眼睛了 叶总 我知道你在说一遍 我再给你六天 如果到时候还拿出你 那就别怪我们不过往日请命 那时候的总是会桌上 就没有你叶斯科的位置 挺好吧 这公司 他姓叶 决第30要把约实来给我挣出来 我等不了了 一条叔叔 长安姐姐把事情都告诉我 谁不可真大 长安姐姐说 自从我来了以后 你变了好多 不像以前那样 永远喝酒沉默了 太冷了不少 而且你欠个钱也还了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你快点帮我 我外婆突然晕倒了 你快去呀 张女士 您的外婆换了骨胶滞溜 是一种非常恶心的助理 您看谁的不够 怎么可能呢 先去看看病人吧 病人已经醒了 外婆 我 刺激 刺激 我坐下 我 我救了你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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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他 你先出去 我刚才有几句话 你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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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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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什么都知道 我要努力 外婆 滕欣 让我照顾他妈妈 我没有做到 报仇 我也没有做到 我就是个废物 什么事都做不到 滕欣 滕欣好像看着你了 你要努力生活 报不报仇的 唐欣 不会 我听到你和外婆说的了 原来我的眼角膜 是唐欣的 李浩 既然你有难处帮不了我 那我自己去找耶斯扣 我会戴着唐欣的眼睛 把属于我们的光明 躲回来 李浩 不管你帮不帮我 我都希望 你能好好活着 不管你帮不帮我 我都希望 你能好好活着 李浩 你能好好活下去 你好好照顾外婆 抱着你声 我帮你 耶斯扣 你 你千辛的债 该还了 所以他小姐 你绝对要抚头了 我的哥哥害死了 我祖父母 害死了李浩跟你朋友 让李浩叔叔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 如果我不反抗 叶斯扣 也会杀了我 我总不能 一辈子都躲着他生活吧 从你知道李浩和 叶斯扣的瓜葛 就打算让李浩来帮你了 所以你才一直在他身边 还帮了他 对吧 叶斯扣把李浩害得那么惨 只要让李浩 重新燃起复仇的决心 互相帮助吧 我觉得 李浩也不会怪我 他也损失不了什么 他的确是合适的人选 而且 你应该已经见过张淑琴了吧 他和李浩的渊源颇深 他移植了李浩女朋友 唐欣的眼角膜 非常不幸的是 他也刚被叶斯扣 很适合加入李浩的 付出战队 张淑琴会是个突破口 如果他能帮李浩和斗志的话 我们就好办了 看来老爷教会了您不少 而且您隐藏得很好 我爸爸留给我的这些钱 做这些事 应该够用了 你说你 只要搭起精神过日子就好 为什么一定要报仇 那可是万业集团 是咱小老百姓都招惹得起 你说说 一个破高利贷公司 砸我店几次了 再招惹不起 我浑浑噩噩的这一年 其实想明白好多事 我之前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缺少思考能力 做事莽撞 所以才没能成功 可是如果我不报仇 我这辈子都能不能回事了 而且 我觉得张淑琴 带着唐欣的眼睛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就好像唐欣的看着 张淑琴到底经历了什么 霸达 畜生 人家 怎么自有这种男人 老娘恨不得 臭他急扒他皮都能救心头症 鱼昂 你需要什么跟我说 我报仇 还受人情罢气 不过 会做什么样 我 我会 小哥哥 买点钱喝饭 真的吗 怎么呀 老娘对付男人的手段一绝 要是叶斯康康叫我 三分钟给他拿下 李昊 你会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跟我说 我先好好想想计划 然后咱们就行动 你们来干什么 抓你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 就得罪了万叶集团的大公子 但是我知道 把你抓回去 我能得到一大笔钱 你们来正好 今天你们薪酬就会一起算 老子正一身劲没出水 李昊 几天不见打击醒了 我们哥几个 可是知道你有啰嗦了 怎么 老子你要没喝够 你再来点 你们 就是我复仇之路的第一步 你们 就是我复仇之路的第一 等一下 出去打吧 我真的没钱再装修了 有点时间 我把整条街都称呼 我把整条街都称呼 如果做不到 我便当心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怎么合适和万叶集团斗了这么些年 终于带着一个机会 我们把万叶集团弄到勺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还和我说什么 男女情爱 真是让我失望 爸 你真就舍得把我下半辈子信息都毁 我 扯得你一个人 能坏去整个合适集团所有人的利益 收起你这根大小姐的脾气 抓紧时间跟叶斯扣领证 不可能 干嘛 从今天开始 你身边二至四小时 都会有人跟着 现在万叶集团董事长刚刚去世 你和叶斯扣的婚事 也要往后拖拖 不过 你怀孕的消息 我会机会安排媒体 发布出去 我怀孕 我没 爸 要不 我先让司机送你推荐 是不是觉得我变了 这才刚刚开始 欠我的 通通都得换 你要杀了我们 叶斯扣不会放过你的 叶斯扣现在自身难道 你们替他做了那么多个坏事 他为了接手万叶集团 必须洗白 恨不得立马把你们灭扣 否则被叶斯扣的对象知道 他就又多别人话语 你想怎么样 先留着你们 等会儿 去厕所 给他们 没客气 一般私人侦探的工作室 不都是特别高科技 特别神秘吗 你这怎么这么普通 越不引人注意 才越安全了 难道 他出去玩了 放心吧 咱们人手不够 需要分工合作 多一条路 搬倒叶斯扣的可能性 有多一些 被他性侵的女孩 我去找他们谈更合适 万叶集团一手遮天 即使有人站出来 哪有媒体愿意 直播 怎么可能 哪有人愿意把这种事情放在直播里去说的 这方法肯定不行 已经有一个了 我 我 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有人可以出来举证的话 即使万叶集团势力再大 不可能护着叶斯扣 叶斯扣 你满意了 保护大人 你怀孕了 别动这么大肝火 这个孩子我会打掉 你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你真他妈以为自己是个千金大小姐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何事积产 你觉得我看得上你 这个孩子说什么 我都不会留下来的 何事能会让吗 你归忘了 是你爸爸亲手把你做 你不会忘了吧 是你爸爸亲手把你经历里找的 何事集团的死活 又 何大小姐为了自己的比喻可以放进去 你是我这个人吧 平时就有些爱好 就喜欢拍拍照片录录视频什么 人家你混蛋 你要是在乎我呢 明天各大网站在这搜 我都被你包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你还半个小时时间补个桌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媒体都会到公司的现 到时候 我要你表现的和我有多恩爱接入 知道你把孩子生惨了吗 听明白了 叶斯扣加快进度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都调查清楚了吗 万叶集团和枫园集团的合作 是哪个原意中项目吗 确定是这个项目 没错了 这个项目当时是我们天好带头启动的 可是万叶集团一直拖欠相关款项 活好把公司拖款了 叶斯扣买通了我们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盗取代码修修部门 打算用这个和枫园集团打成深度合作 所以你的计划是 我要把这个项目从叶斯扣手里进行 可是你这公司都成空壳了 哪还有人呢 通业集团的投标是有门槛的 你的公司应该也达不到他们的最低要求 出镜头 零号 这里有两半 你先拿着 零岸 实在不好意思 谢谢你 李浩 我先走了 给你添麻烦了 糟什么急啊 我说 借钱都借到钱你偶这来了 李浩 你可真是太有骨气了 我听说 你要钱给你丈母娘办葬礼啊 有你说话的份吗 让开 你可是当年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啊 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可真让人想不到啊 你要真这么缺钱的话 给我跪一下 特一个 一万 小 借钱的事和李浩无关 是我唐通的 等一下 上学的时候我就看你不爽了 让你风光了那么多年 现在你落我手里 你想走有那么容易吗 今天 你得给我跪下 今天 你得给我跪下 你让谁跪下 孙总 你明知道李浩之前帮着我们不少 没想到你是个落井下舍的小人 孙孝 飞开出来 别 别啊 孙总 我 我错了 我真知道错了 我真的努力了这么久 我好不容易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我还得养家虎狗呢 孙总 李浩 我给你 我给你克服了 你帮我 你一定要帮我 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么工作啊 李浩 走 去办公室拿钱 就 散办 你小子终于想通了 孙总我就直说了 我想把风源的项目拿到手 天昊目前是个空壳 您的公司 你想技术入股 借我的壳和万叶集团竞争 对吧 股权方面不是这样想的 我打算 老弟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还能有几年折的 要是别的事 你跟哥开口 哥义不容辞 都可以帮你 毕竟当年你帮着我那么多 但是现在 哥不知道你有几成的把握 一旦失败了 哥就一起跟你舍定去 你替哥想 这么多年 我在万叶的哥之窝下 我比谁都能舍 但是 对这件事情 你没有解释 一个都没有吗 现在姐妹也太懦弱了 这种事情还不站出来 什么时候为自己出头呀 他妈的这帮臭男人 就应该绑起来硬 看什么看 我一招顿子觉寸 哎你那边怎么样 那怎么办 需要钱 找兵买马 需要多少钱 几千万吧 美元 需要钱吗 我有 新闻 想必各位都看到了吧 我叶思寇 即将成为 和氏集团的女婿了 一个小小的和氏集团 能稳定着万叶集团的股价吗 年纪轻轻缺少力量 超一桩婚姻 竟想进成董事长的位置 恐怕是难以服重 那如果说 我拿下和氏集团的合作呢 各位觉得如何 董事长 生前为了和氏集团 达成合作 前真后后跑了一年多 都没有找到好的记录 就凭你 你要是真能拿出几个项目 和氏集团的项目 和氏集团的合作 我就让你当组织长 好 一言为定 你为什么不用我的钱 那是你爸爸留给你的 上次用你的钱 也是迫不得已 李浩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过家人 花你的钱 把你当女儿 我不成租赖的爸爸了 自从爸爸妈妈去世以后 就没有人叫我女儿了 有张燃姐姐 书情姐姐 石屹叔叔还有我 都会陪着你做她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不怕什么了 因为我觉得 我有家了 我不会淘气 会照顾好自己 不会给你一天麻烦的 你告诉过我 生活本来就是很艰难的 为了你自己 为了我 都要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 你会的吧 嗯 会的 拉钢 拉钢 你快放我下来吧 你都累一天了 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呀 我没有 那就是我老了 保不动你了 我长大之前 不要老 这个项目 你父亲生前 和我磨了好几个月 在合同条款上 他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你现在和我提供这样的条件 对你们万一集团 可不是一桩豪卖了呀 夏总 实话和您说 我父亲他 能和枫园集团合作 一直是我父亲的遗愿 我父亲也是在和您会面之后 不禁发生的意外 那作为儿子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代替我的父亲 去完成他的愿望 我父亲这个人做事 他一向保守 而且经常会叮嘱我 做人要稳妥 但是这个项目 我在国外是考察过的 他在资本层面 已经非常的惊人了 国内是空白的 所以说 谁跑在前面 谁就是标准的制定 只要我们两大集团 能够强强联手 让我做的这些让步 会不止一提 你们的企划 我一点心情 收起你的右权花掉 拿出点真东西 再扯我探 那夏总 打扰 这把老公器 一个比一个难对 他的意思是 我们的企划 从来没打动他 他到底叫什么 现在咱们的思路 已经很清楚了 舒晴和张冉 继续找到被叶斯扣 轻轻的受害人 准备直播 在舆论上 给万叶集团施加压力 实意继续配合警方调查 把酒吧那些小混混 受到叶斯扣指使 做的那些违法乱级事 的证据整理好 我负责 圆宇宙的企划项目 如果能从万叶集团 手里把项目抢过来 叶斯扣将会腹背收敌 我们必须要多管齐下 以防万一 万叶集团势力庞大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成功 叶斯扣不会跟我们 第二次机会 如果失败了 老娘就不爱听这种话 跟一言似的 别说那么多名 我这样就完了 这一次 一定要让叶斯扣跪在我的脚下 是你在联系那些女孩 准备揭发我呢 我二十四小时都被监控了 你觉得会是我做的吗 我俩现在是一条神山的蚂蚱 何笑 你只要和我结婚 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 我成了万叶集团的董事长 那你就是董事长夫人的呀 这对你 对你爸还有何氏集团 都是天大的好处 这一点我想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上帝是恭廷的 叶斯扣 你这个人 适早早报应 公平 去他妈的公平 老天爷对我公平过吗 你知道我的身份 我的好日子马上就到了 最新做的万分一天 你要是还动上什么花样的话 别怪我心狠熟了 这个计划可行吗 我失去过之亲 风源集团的夏总役是一样的 我了解他的感受 我觉得 可以打动他 风源集团夏立军的妻子和女儿 在三十年前自杀 这件事一直是他细致的痛 咱们策划的元宇宙项目的企划案 是让人们能够见到逝去的亲人 来逆补一些遗憾 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我今天会把弹幕做完 就去找投资 要尽快见到夏总 兰兰 根据我调查的结果 杀害你父母的人 目前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 叶斯扣 只是有些细节不太对 原本他们的计划 是司机需要服用药物 人生里不是 驾驶车辆发生意外 冲小山崖 但实际上撞上了对车 跟计划不同 父母外司机 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进行 难道害死我父母的 另有他人 我这两天 会给公元集团的夏总打扰了 赶紧安排手底下的人 给李炮的公司投资 一旦跃试完 发现杀害他父母的 另有他人 一切就完了 夏总 我求求您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您看一看我们的项目 你是哪家公司的 竞标流程怎么走 你不知道吗 夏总我叫李浩 是天号科技的CEO 半夜集团的 原影中项目的开发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的 后来 叶斯扣违约 我们停止了运营 李浩先生 我们对项目的竞标集团 有着严格的门槛限制 夏总还有事情 请按照正常的流程 和我们公司对接 夏总 您给我五分钟时间 您看一看我们的企划 呆梦我一次做出来了 您再这样 我就要叫安保吧 夏总 您还记得失去至今的感受吗 我能让您曾有失去的情人 我承认 我被打动了 很可惜 你来晚了 我们已经和万叶集团 都被签约了 什么被签约 我还会有机会吗 这凭一份企划 就想拿下上一个合同 但是不可能 风叶集团 非要选择有实力的企业合作 你现在的公司 没有这个实力 夏总 我要亲手把叶斯扣送进监狱 我要报仇 您刚才说 您叫什么名字 你好 希望我做什么 隔筒我拿下了 我看看谁还能阻止我呀 是万叶集团 以后就是我叶斯扣的了 恭喜董事 是啊 夏丽丁这个老婆 我找了谈业务 她还给我摆架子 对了 还有一个麻烦 查到了吗 刚刚查到了 一直在找那些女孩的人是 张淑琴 张淑琴 谁张淑琴 那个记者 夏总 您为什么要帮李浩啊 IS投资集团的人 前几天给我打电话 提到过李浩 今天见到他 觉得他和年轻实在我很像 如果他真的能把叶斯扣送进监狱 这小子还算有几把刷子 我很乐意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那万叶集团那边 叶斯扣 自治平庸 臣与女色 是个不折不扣的弯固子弟 万叶集团在他手里 迟早要玩 那您为什么还要和叶斯扣签约啊 我是和万叶集团签约 不是和叶斯扣 万叶集团 要变天了 我已经和封严集团的夏总达成协议 封严集团和万叶集团的签约仪式上 我会随着夏总一起记录 直播间我已经调试好了 万叶集团和封严集团的会议一开始 我做会同步直播 在直播间揭露叶斯扣的罪行 虽然那些受害的女孩不愿意出境 但是她们的资料 我已经整理好了 到时候一定公布 明天我和和淑琴一起协助她完成直播 十一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助 明天照顾好兰兰 放心 我们一定会成功 你来干什么 赶紧走 听说你最近联系了不少人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别害怕 告诉我 你背后的人是谁 我有一万种方法弄死你和你的外婆 但是我这个人吧 看到没你就会心乱 张 张 张淑琴对吧 这样 明天你要是不出现在直播间的话 我会把你的外婆送到最好的医院治疗 钱 我全储 但你如果说执意破坏我的计划 叶斯扣 我跟那些女孩不一样 钱对我没有用 你要干什么 收起你这些小伎俩 你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就是要让你看看 无论你们有多努力 都不可能打到我 你外婆的命呢 就在你手里 我让你跪在我面前 求我 但是到了那一天 你就真不值钱了 即将为停止播 万叶集团 丰严集团 元宇宙项目 在一切大部会 叶总 丰严集团的人快到了 我的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万叶集团 最终还是我的 你就跟在我身后 他们不敢查你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丰严总 丰严总已经在会场等您了 请 丰严总 丰严请教这位是 丰严总 丰严请教这位是 万叶集团好大的价子 丰严集团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 夏总 为了让双方签约顺利 我们必须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进行合眼身份 还请您谅解 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 住手 对不起 对不起夏总 万叶的人 规矩 让人见效 万叶集团还不是叶子跟我说了算 别高兴的太糟 夏总 书情 你怎么关机了 发生什么事了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书情 看到消息后赶紧联系我 你外婆的命呢 就在你说的 你自己选 不要被我拖了 去做你该做的事 我哪都不去的 我就在这陪你 夏总 哎你请你请 别走 咱们可以开始吧 啊 哎 夏总 叶总 阮金把人给我找到 干掉他 别伤 别伤 书情 拜托 先走 拜托 拜托 你什么遗憾 就是 陪你的世界 太多了 书情 要勇敢的 去做你下做的事 该做的事 要幸福的 生活下去 喂 我联系 我联系不上书情 他会不会出事了 你试着给医院打个电话 应该是张书情外婆那边 说什么事了 好 那直播这里 我可以先撑一会儿了 但是我也不能装作受害者呀 到时候帮友一把 就全传帮了 对咱们更不利 你先应付一下 等一会儿跟你讲办法 站住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以后是你爸 一年没见 没想到和风源集团 联会的 听我 只要你不惹是生非 我反正你能活着 走出这种了 好 好座 信口开河 我没有撒谎 老娘是那种人吗 那咋 信心老娘屁了你吧 对人家里有事 一会儿就能来 有人联系了 和氏 我是和氏集团长女和肖 叶思寇的妻子 我要揭发叶思寇 婚内强奸 且与多名女子油染 婚内出货 好座 信口开河 我没有撒谎 老娘是那种人吗 哎呀 何小姐你怎么了 肚子疼 带你带我去医院 可是叶总吩咐您不能 可是什么 这孩子要没了 你们叶总的算是落空了 你能担起责任 何小姐我直接去飞车 你收走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大家来到 空元集团与万叶集团的 战略合作线上 请缘发布会 感谢正在收看我们发布会 直播的社会员 是 请允许我代表叶家 向一直以来支持我们 万叶集团的社会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一个月前 我们万叶集团的创始人 也就是我的父亲叶云周 以及母亲秦小姨 因为意外永远地离开了我 这是我们万叶集团的重大损失 虽然承受着失去创新 和集团创始人的悲伤与痛苦 但我 以及万叶集团的所有养工 没有一刻停止过奋斗 为了完成我父亲的遗愿 也为了万叶集团 未来更好的发展 今天 我很高兴 能和风元集团 达成新一轮的战略合作 下面 我宣布 风元集团与万叶集团 战略合作 线上签约发布会 正式开始 让我们掌声有请 风元集团董事长 夏立金先生 好 叶总 好久不见 这是你看来的地方 你给我滚 拿着从我公司偷来的项目 在和风元集团签订合同 叶斯扣 恐怕你得给我 给夏总 一个脚 夏总 不好意思 这是我和这位 李浩先生的一些 私人的误会 我敢保证 原与肉项目 是我领导的事业部开发的 此项目的所有开发运营 都是我们万叶集团 独立完成的 这可能是一些小小之辈 想趁着我们万叶集团 危难之际 劳一笔横才罢了 我不要 叶先生 这个项目关乎着 风元集团和万元集团 双方的利益 我不希望在我们合作之时 节外生枝 我不希望在我们合作之时 节外生枝 不如让这位先生说明白 夏总市长 现在正在现场出播 这样恐怕 我相信万叶集团 也相信叶思寇先生 你好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万叶集团 偷了你的公司的脸 叶思寇婚内强迫与我发生关系 是我怀孕 为的就是让和氏集团帮助他 顺利登上万叶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经过我的调查 叶思寇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酒色之徒 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女生 我知道 其中有些人是忌惮万叶集团的势力 不敢与之抗和 也有一部分人 拿了一笔不菲的赔偿 不愿意站在这揭露叶思寇的真面目 但是我希望那些受到伤害的姐妹们 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咱们一块 把这个为非作胆的狂徒 送进监狱 对 让他去采缝纫机 我才是我这样的事 别让出来 舒晴 我的张舒晴 曾经是一名财经记者 这是我的身份证 今天我实名举报叶思寇 对我实施强奸 以及行贿新业财经高层 控制媒体舆论 三年前 我们和万叶集团叶思寇负责的事业群签订合同 开发了 重现在各位面前的项目 可是叶思寇不仅没有按照合同 如期支付合同款 甚至指使我手下的人 借取项目代码 将我们几十个月的劳动成果 据为己有 甚至在我妻子唐欣身患绝症 需要钱医治的情况下 也没有还给我一分钱 为了给我的妻子治病 我好话说尽 甚至下跪 都没有要回属于我的钱 她还指使手下的人落井下石 借高丽贷给我 现在为十一万 我的妻子撒手人 还离我而去 可是这个畜生 竟然在唐欣临终前 甚至还要欺骗她 唐欣去世后 我的岳母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 在万叶集团门前自尽 而这一切都在万叶集团 在叶斯扣的指使下 你压了下来 叶斯扣 你害得我家破人吗 今天 该竞算了 你别在那儿信口问人 你有什么证据 大家不妨打开自己手上的呆帽 随便找到一棵树放大 多可以看到一串数字 这是我为庞心祈福的方式 庞心平安 好 李昂 你不会以为就凭这点小气量 就能把我从 翻页集团董事长的位上拉下来吧 你也太小看了 感谢所有网友对我们的支持 已经有26名伤害者 同意接受我们的联系 也愿意出庭成为证人 我已经把你的手下交给了警方 你干的那些违法的勾当 现在都应该就得尽力 叶斯扣 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 让我合同 下桌 公园和外业的合作必须继续 只要我们俩强联手 整个元宇宙 未来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我 只要我业思考 只有我才是外业集团董事长 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 你怎么能带领外业集团 你对得起你父亲 多年来对你的栽培和气候吗 你别跟我提叶宇宙 你们这把老东西 你们给我提啊 成奸 那是他们自愿的 我从来没有指使过任何人犯法 李昊 这些完全都是你为了诬陷我 编造的故事而已 曹星能嫁给你这样的废物 是他妈眼瞎 我败的 去给我死去的妻子 给我死去的怨不道歉 哈哈哈哈 他活该啊 嗯 不管你们怎么在当下 万叶集团的合法继承人 只有我 接手了万叶集团 我要你们所有人归在我的脚下 来 都别跑啊 哥哥 你的流浴上坦肯定要落空了 还要是 我都必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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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秦楠呢 我在这儿 有没有其他的家人 我家不是那么有钱 不想帮助吧 李浩也不会怪我 他也损失不了上线吧 我有合适的人替我报个号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过家人 一世文 为什么要对我说话 大家好 我是华业集团董事长 一年中的女儿 我叫叶世兰 是叶云周的女儿 李浩 你为了拖我下水 也是煞费苦心了 连我们的亲妹妹都要在我那边 被反自己的哥哥来帮助我 哥哥 你这么久一直在抓我 就是为了得到这个项链 拿到里面的钥匙芯片 去私人银行 打开保险箱 难道爸爸的遗嘱是吧 叶云周这老贤就她东西 难道会把万业集团留给你啊 不许这不是我爸爸 叶世兰 那都是一样的 都是叶云周的老贤 拿来壮大万业集团的工具 你用你脑子好好想一想 他要是真的爱你 他会把王铁卫钥匙 放在你身上啊 跟着爸爸飞住 万业集团是你的 怎么样 我说过的 万业集团是我的 你们谁也阻止不了我 万业集团是我的 你们谁也阻止不了我 李浩 你现在给我跪下 万业放你一条生路 你不会指望叶世兰的出现会帮你一把 你看清楚了 我 他 我们是一夜 我们才是一家人 哈哈哈哈 我手里 有你杀死爸爸妈妈的证据 我把你亲手送进监狱 为我的爸爸妈妈放头 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叶世兰 别再上岔了 跑不掉了 你们玩啥意思快乐 你是在利用我 干掉叶斯扣吗 才是 我是想利用你 但到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了 先是欺骗我 博取我的同情 然后借着我想复仇的心理 帮我做好战队 借我的手干掉叶斯扣 看来我和你们叶家 面缘不浅 难道你不应该给年轻子报仇吗 难道你不该重新振作 请来好好生活吗 李浩 你损失了什么 这是你之前借我的钱 从今以后 你是你的叶家大小姐 我们就没有你 都不要跟着我 我要去找这样人解案告证 不要欺负我 等一下 让兰兰自己去吧 这么长时间 他一直和你相依为命 这一遭 他迟早要精力 李浩 你心爱的叶世兰在我手上 我是不与情深吗 来救他吧 乱乱 李浩叔叔你快走 李浩叔叔 李浩 你是真傻呀 叶世兰一直在利用你 你还来救他 叶世兰 金姐 我就先杀了你的李浩叔叔 然后 然后 再杀了你 叶世兰 你再怎么折腾 你的人生都已经被我毁了 要 被你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吧 我的人生啊 早就被叶世兰的父亲 叶云州那狗东西给毁了 叶云州根本就不是我父亲 叫陆锦臣 我父亲 叫陆锦臣 十六年前他和叶云州一起创办的万业集团 我父亲把他当知己 这狗东西设计陷害我父亲 也是杀人犯送他进监狱 我原本也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全被他毁了 我母亲 陈锦臣 吴州家一自杀了 当年我才十二岁 叶云州这老东西 假惺惺的收养 带我进叶家 从那天起 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只要我做错一点点的事情 他就把我关起来拳打脚踢 十年 他用了整整十年 把我变成了万业集团的一条狗 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为万业集团服务 你知道我这双手 为叶云州做了多少上天害你的事情 我在叶家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只有一条狗与我明白 可能在叶云州的眼里 我跟那条狗没什么区别 他为了让我更好的 能为万业集团服务 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 他让我亲手 亲手杀了那条狗 叶世兰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全是你爸害的 不可能的 爸爸不是这样的 你不是 那你姐叶世世 为什么二十年都不回家 你吓过没有 我不可能的 贵楼半叶集团 你姐叶世世刚满十八岁的时候 就被你夫妻叶云州 送给了一个六十岁了 等你长大了 你以为你偷得掉啊 你胡说 才骗我 叶叔叔 他说的都是假的 爸对我很好的 兰兰 不要听他胡说 他心里变态 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你夫妻身上 叶世兰 我做梦都想杀了叶云州 为我父亲报仇 为我自己报仇 但要是我动手 我不会让叶云州死的那么轻松 我要抽他的筋 喝他的血 千刀万挂也难脚 你是恨 叶世兰 你利用了李浩 可你也被人利用了 哈哈哈 真是藏天有影 你的人生 终究还是被你的父亲毁了 所以是谁爱死了他们 叶世兰 叶云州死得太轻松了 难解我心头之恨 今天 我就给你上一个 让你也能体验一下我的心情 只要你亲手杀了你的李浩叔叔 我就放了你 就像当年我杀了我那条狗一样 来了 不要害怕 如果当时没有遇到你 我那天可能早就早就早就停下去了 因为遇到了你 我才能给唐欣报仇 李浩叔叔这辈子没有遗憾 我要你当我爸爸 妈妈是我长得单 他手下人 你要一直陪着我 走 叶斯高 只有这样的方式对待蓝了 你还嫌呢 银行 会儿 跌倒 对 一 一 一 去帮我 我 你不要 越坐越傻 你不要 一切都过去了 走 再回家 李浩 我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现在很幸福 你不要担心我 过好你的人生 放下过去的仇恨吧 李浩叔叔 你终于醒了 我怎么 要不是老娘 你早就上前见堂西了 是张燃打电话通知了我们 我们就立即报警了 可不知道你们在哪 正着急的时候 是蓝蓝用你的手机 给我们打了电话 告诉我们你们在哪 我们才去救了你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 我是万叶集团的唯一继承人了 我想让你当我的爸爸 以后万叶集团就交给你了 我靠 老娘真没看错 你你还真给力 叶叶集团的总裁 哎 我以前借给你那些钱都当投资了 你得千倍百倍的还我 还有 你答应给我买一条街的 我可都记着呢 还有 你答应给我买一条街的 我可都记着 等下 你干嘛 这些都不靠谱 得趕紧发运 升高线变化才行 哎等一下 我想呼吸这家做妈妈 叶石兰 你个笑没良心的 老娘几个月好吃好喝的 脑亏待你了 这种好事你想着别人 我告诉你啊 如果他们两个结婚了 就会收一把堆孩子 分走你的 再分走你的钱 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她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 姐姐有个人 什么 给李浩 做结账 来吧 老板 以您的身份和实力 只要回国 就可以轻松地解决掉 叶斯扣和叶石兰 为什么 要绕这么大一圈 做好你该做的 不该问的 就不要问 很快 叶石兰和李浩 就会死于一场意外 是 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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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the worst of all and the blood's run stale i wanna hide the truth i wanna show you 新闻民主席的民主席 外野集团大沙 有今日十年五八分 突然发生爆炸 原因未知 伤亡性 目前全市警令 竟然全力 就是照顾